港股昨日再下一成,恒指几乎由头升到尾,以接近全日高位的21,719点收市,升445点,而最高时为21,762点,升489点,两日连仗,共赢得711点的进仗,相当不俗,成交开始回增。 昨日有1484亿元,较上日多278亿元,升市仪交头暢旺,自视能量加强所致,成好事也,新经济股和医药板块,汽车板块继续领导群红。 阿里巴巴09988成交额高达101亿元,居十大之首,收113.9元,再涨5%,其势头教升2%的腾讯及美团为佳,医药股中,海来英06821的业绩优秀,首季顺利增2.2倍,继续成为炒卖的依据。 加上有派现金股息且十送四红股,双重刺激下,股价自然抢高,昨日大升百分之十,汽车股中的小鹏09868,理想02015继续创高位。 真的事与人长声长有之感,在车股大旺大洞下,制造汽车玻璃的板块也染染上阳。 洛阳玻璃01108勇冠三军,收14.82元,大涨百分之十八,成交额1.9亿元,也算热闹。 我留意到信义玻璃00868也有蠢蠢欲动姿势。 昨日以全日最高位18.2元收市,升百分之1.8,属初升阶段,该股52周最高为34.2元。 现价刑低百分之43,而一个月的高价为20.4元。 现价教资亦低百分之4。此股好处是派息高。周息率达百分之7.8。 有大行估计,虽然建筑玻璃销情平平,但汽车玻璃仍然大卖。 所以足以补偿其不足之处。 车股先行。汽车玻璃制造商跟障,都算合理。 大蓝丑中。昨日见到中移动00941出现好淡大博斗。 由于该股已跌至三个月的最低位49元。 所以淡有出动狂沽,空军活跃,而好有侧全力守关。 可惜最后者一心理关口失守。 低收48.8元。 创三个月新低。 而52周的最低价为45.9元。 现时,中移动周息率为8.32%。 若计及董事局承诺的增派息至盈利的七成。 侧现价有9%周息率? 应无疑问。 我不认为现在是孤者赚稳健蓝丑的时候。 反而应自己吸纳。 下周若再往下沉底。 我会加入买家行列。 大使已进入挑战22000点关前的阻力区。 上次无功而还。 今次要看好有的能外了。 金融股不振。 继续拖后腿。 若要过这一心理大关。 是否应由金融股接力? 下周应有答案吧。